前進小巨蛋特別企畫 戰狂越來越加激烈 在上週的比賽中 采嘉玲選用自己的歌曲 跳出了85.8的高分 然而他的PK對象陳謙文 同樣選用自己演唱的歌曲 獲得了85.9分 以0.1分之差 成功PK跳采嘉玲 新男奶爸阿布 在第二回合不負眾望 跳出了86分的傲人成績 而他的PK對手王上豪 雖然舞藝大有進步 但還是以85.8分 小叔阿布0.2分 在十位國標明星之中 目前已阿布占据第一名 而本週要上場的藝人有 廖嘉儀 高欣欣 顏曉筠 小嫻 安歆芸 以及安妮 這六位女明星的桌對廝殺 會讓排名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請鎖定今晚的 愛妮雅舞力全開 非常的開心 馬上又要繼續進行我們的 前進小巨蛋特別企劃 第二回合的積分賽 倫巴上半場 我覺得戰況非常非常的激烈 陳謙文PK蔡佳麟 是由陳謙文勝出 而阿布PK王上豪呢 這就是阿布拿到我們的三千元獎金 是 那下半場到底是由誰先出場呢 抽籤來決定囉 來,請上籤筒 欣欣姐 有人說欣欣姐 嘉儀姐 欣欣姐,PK嘉儀姐 對啊 好 名字中有小字同音的人 請舉手 天啊 天啊 好 我們歡迎 小嫌 台灣小嫌 還有楓洋老師 加油 這節目一剛開始 又來了一個可怕的大魔王 一直以來都是他啊 是,在凡馨老師團練的過程當中 聽說你也發現了一個 非常嚴重的問題 那一天老師講了一些 我覺得要怎麼樣讓男生帶我們 感覺很好跳的時候 我那一天上完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對不起楓洋老師 為什麼 其實也不是只有對不起他 對不起我以前所有的老師 楓洋、睿洋老師 對,很多 因為我都沒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然後大部分都是一直依賴男老師 所以我跳起來反省 我說你太重了 所以我就後來那一天回家 有好好反省了一下我自己 是,那反省過後 有改進之後 你覺得有很大的改變嗎 楓洋老師 其實我覺得這個的改變 好像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跳的... 對 我是一個很敏銳的人 對,所以呢 他牽住我的手呢 他想做什麼的時候 他如果一改變 有一點動靜 我大概會知道說 你是不是想做些什麼 對 所以你了解 你有感受到他稍微有一點不同了 對,我很嬌心 所以我都知道 但是他後來改變 你覺得是好的嗎 我覺得好 因為他試著把力氣放在自己身上 而不是去依賴人家 因為不可靠 是 楓洋老師的一句名言就是 所以女人必須當自強 我們現在直接要來講的就是 我很期待有沒有人自願要PK 小嫻的 曉筠 大家好 為什麼大家都會看我呢 非你莫屬了 你們兩個對啊 反而不是曉筠 反而是安心雲還有廖家儀 是文藝老師是不是 好,曉筠,你確定不要嗎 因為我們很多人都還滿期待 魔王可以PK魔王的 我要尊重老師的意見 所以 廣正老師是怕了,對不對 好 來哦 董正老師,太誇張了 舞蹈界精神舞老師 我篩選給他不要P我了 對 我怕我 我們就把這個選擇只剩兩組了 OK 這種事情不能勉強的 好,就這兩組 小嫻、楓洋老師,你們討論好 這兩組 請選擇 我也是一個很乖的學生 我聽老師的話 選安心雲 好,歡迎安心雲 還有京橋老師 請到舞台上面來 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要選擇安心雲嗎 要問楓洋老師 因為如果比起氣質跟狂野 我更愛狂野 對 OK 好會說 好會說 我們廖家儀是屬於氣質派 對 然後欣雲他是屬於狂野派 對 你個人的喜好是喜歡狂野派 我喜歡野一點的女生 對 OK 好,跟大家報告 安心雲呢 他是龍舟隊的嘛,對不對 那龍舟的肌群跟國標肌群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這轉換真的這樣痛苦 後來回來我們上了 繼續編的時候 我完全就是鋼鐵人 金剛芭比 然後也不會轉,什麼都不會 就是整個變得很僵硬這樣子 你會不會兩個搞混啊 忽然回來上課 要把他當龍舟再花 回去拿獎的時候 然後在那邊哭喊喊喊 然後隊員看著他 你在... 不好意思 要調回來 很熱身這樣子 對啊 辛苦你了 但是我還是樂在其中 是 因為我覺得這兩項運動都是 尤其國標 我自己也非常喜歡 剛好也是我很缺乏 就是太不柔了 所以這一次要來挑戰看看 我個人滿期待 這一組的比賽PK 好,我們歡迎小嫻 楓洋老師帶來精采的表演 小嫻對抗安心雲 他的表現會如何呢 拿著你給的照片 熟悉的那一条街 只是没了你的画面 我们回不到那天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笑脸 回首寒暑 和你坐着聊聊天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遍 看看你最近感觉 不再去说从前 只是安顺 对你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谢谢小嫻以及黄鳳洋老师 带来精采的表演 我个人的看法 看到什么 说什么 小嫻今天状况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好 很多定点的动作 好像似乎没有站得很稳 还有抬脚的动作 似乎有一点内巴、口角 会有这样的状况 对,这是我发现的 其实是有原因 因为那时候我们舞序排完之后 我就去学历十天 然后我们去演习 然后我把舞鞋都包在行李里面 可是到了雪梨之后 我没有机会打开它 对,然后后来回来之后 我就发现完蛋了 我把所有的舞序都还给老师 所以我就赶快打给凤洋老师说 老师,我可以去黏你吗 你在哪 然后他在高雄 所以我就把行李再重新收一收 我就要去高雄找他 然后他到哪边我就黏着他这样子 所以距离今天你要比赛之前 你几乎是天天黏着老师 每一天练 这样的身体会不会出状况 后来就感冒了 然后我就去打针 然后就是今天一直好软哦 就是我的脚踝也一直抖 然后腿也都没有力 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就是我跳怎么样就怎么样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 大家一起进小巨蛋 对 是,非常善良的小贤 其实在小贤 在谈话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看他的脚趾头 然后我心里就有酸酸 然后很舍不得的感觉 你知道他的脚 根本已经练到像仲田的脚了 因为我脚比较大 不是,不是大小的问题 他前面指头这一大片 全部都已经是长剪 为什么会长剪 是因为破皮 破皮之后然后长剪 然后现在包括他的指甲 都已经练到变形 然后脚趾头也都变形了 可是这死皮 那个老师教师的选手告诉我说 这死皮真好用 你到729之前都不要剪掉哦 你到729那一天 如果你前一天把它剪掉 你那天就很痛 所以它是保护我的 是这个剪除了是一个荣耀、光荣 也是保护你的脚趾头 也可以证明你多么努力 多么用功 好,我知道小嫻 现在也非常期待 老师对你今天表现的 到底给予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呢 佩玲老師,你的看法 小嫻,其实这条舞 跟楓洋老师这条舞 楓洋老师排得非常的好 是一个很迷人的一条倫巴 小嫻跟楓洋老师 从台阶上走下来的时候 就是有那个大奖之风 尤其是当小嫻把手交给楓洋老师 的时候 那一刻我有点起吉比克打 因为我觉得 一个很专业的舞者 才会一个举手、一个投足 都非常的精准 你在所有的重拍 你的那个四拍 都是有强调出来的 那唯一比较可惜的是今天 可能是因为感冒的关系 我觉得你从脚到脚的 身体的移动 有点点不足 然后我再仔细看一下 因为小嫻的身体不是那么舒服 所以你有一点点站在外圆 你的脚的位置 有点站在外圆 所以有影响到你今天的表现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在街角的咖啡店 我会带着笑脸 回首盘旋 和你活着聊聊天 我本来期待给你很高 很高的分数 但是扣了一点点分数 没有关系 你绝对是前进小巨蛋的魔王之一 好,谢谢佩玲老師 我们可以看出小嫻 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 但是很难过 你对于剛剛自己表现的 你觉得有点亏欠 是吗 我知道我今天有两、三个老师 告诉我力量不要摆在外面 要摆在里面 然后就是很紧张 因为踏的时候他就拐了 他拐了 我怎么办把他喬回来 可是没关系 我觉得都没关系 我都可以接受 我真的觉得他从今天 其实他昨天半夜就... 是昨天半夜嘛 跟他讲说他去打针 我就打针 好 因为我其实我不太能表现 太多的情绪在脸上 我怕我的脸上 会有给他太多的压力 对,其实他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 他生病可能他坚持 其实小嫌 他是一个抗压性 非常非常高的艺人 所有的苦他都往肚子里面吞 我想他对于今天的表现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所以他才会有掉下眼泪 那不管如何 永远都不要放弃 更何况这样子会吓到安心云 他还没跳 他还没跳 放轻松一点 对 因为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小嫌还是表达了 他对舞蹈最大的诚意 我身体状况再差 我把他跳完了 既然跳完 就看下一组表现得更好 下一组安心云呢 我们也很期待 到底用什么样的歌 什么样的舞蹈来征服 或者是把小嫌给PK掉呢 欢迎安心云、吴京桥 带来精采的表演 面对来是汹汹的小嫌 安心云会如何表现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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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安心云、吴京桥老师 精采的表演 好 我觉得安心云跳到 連他的指导老师都高兴 他快飞起来了 很少看到吴京桥老师 会这么这么的开心 他一直以来之前都很沮丧 我跟安心云合作的是 這支舞是第六支 是 真的啊 在第一回合恰恰的积分賽中 也许是因為 許久未返回國標舞台的缘故 安心云竟然緊張到忘記舞步 評審團也因此扣了一點點分數 讓他們指导老师吴京桥 沮丧好一陣子 因此這次的零十五完美演出 也難怪京桥老师 會這麼高興哦 我覺得 心云今天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謝謝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 就是很謝謝京桥老师 一直給我知道 可是上一次的挫敗之後 我們就稍微溝通 做一下調整 所以上次錄完之後的 第一堂課、第二堂課 我們都在練基本功 然後就是我也跟老師溝通就是說 老師,我不要印記 你要讓我知道說 每一個舞步是什麼 譬如說什麼是扇形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我要知道是怎麼發明出來的 然後後來就... 發明出來 發明哦 發明出來 對啊,就像音樂有很多類型 有HIP HOP、有電影、Jazz 可是他們就是怎麼出來的 為什麼有這個動作 所以這一次小安,你真的是追本溯源啦 人家說把基礎練好 你的基礎跟別人不太一樣 所以你想在每個舞步是怎麼發明的 所以這可以證明 他已經準備好了 是啊 從他的談話過程 還有他練習的過程當中 還有剛剛表演的過程當中 根本就是要給人家難看 怎麼說 你沒有發現 他一剛開始在跳舞的時候 他不跳在舞台中間 他一直在小嫌的面前跳 沒有 你這麼說好像是這麼一回事 沒有啊 他根本就是挑釁啊 在示威啊 他就是魔王 所以... 對 你今天表現得雖然你感冒 但是我不趁虛而入 我哪有機會啊 你有這個感覺嗎 就靠很近 對啊 而且他有那個腳風就... 你這樣一想 我想到你們兩個好像 還往旁邊挪了一步對不對 我整個想起來 風掃過來 而且他近看很可怕 因為他就過來 我不想說我就站在這裡 看你會不會踢過來 後來我看到一個東西 我不得不退 他退 他有一個動作 突然轉過來下蹲 就是這一招下去 我看到他的那個肌肉 整個爆炸 我整個很嚇壞 那個只有我在健身房的猛男 那個區域才會看到 楓洋,你刀魚無形哦 你現在是說他太壯是不是 我喜歡這麼野的 狂野 不是 他的那個震撼力 讓你不得不忘後退一小步 讓我們為之驚嘆 他還有一個抬腳的 有點類似朝天凳 這個應該有苦練過 是你最高的高度嗎 我覺得可以再高一點 剛剛... 剛剛只有87分 我覺得可以再高 不能再高了 我覺得可以再高 不要讓他認為你只有87分 對 不行 好,至少88 至少一百 好 好,我們期待一百的 好 舉腳到底可以抬到多高 來 我的媽媽咪啊 媽媽咪 掌聲鼓勵 怎麼樣,GINO 對不起,你有187分 你快超過180度的探紙 可是我以前真的沒辦法 這真的是練國標練出來的 你就不斷的拉筋囉 就一直拉 這是努力的一個結果 我們就來請教 林文勇老師 你對於安歆筠 這支舞蹈有什麼看法 歆筠,我覺得你今天的舞蹈 我可以給你三高 第一個叫 第二個 第三個 我以為你要做高欣欣 下我的腳 你不要隨便把人家給別人嘛 不好意思 這三高都是非常好的三高 好,我先從高競賽心講 你今天就是那個高競賽心 讓我很感動 你敢秀、敢拚、敢做、敢放得開 那為什麼講高吸筋 論馬來講很重要的兩個元素 一個叫做背部的線條 一個叫腳部的線條 你背部的線條 你一開始下動作的時候 一開始那兩、三個小節 你背部的線條都做得很漂亮 而且你的腿今天是都有打直 所以整個看起來 你的背部線條跟腳部的線條 就是一個吸筋的重點 那高自信的話 我覺得可能來自於老師 給你一個非常好的帶領 給你一個非常好的安全感 反正我就是拚下去了 你就是要把我接好 對 所以不管怎樣 整個呈現出來就是三高 看起來就是好看 好 謝謝文勇老師 說得很好 我想我廢話也不要多說了 直接來看 用心把腳練到 像男孩子的腳趾頭的小嫻 他用生命舞出舞蹈的小嫻 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一直都是我們大魔王的小嫻 今天稍稍可惜 因為身體的關係 似乎不如他跟鳳凰老師 覺得這麼滿意 但是評審老師怎麼覺得呢 最後反映在分數上面了 小數點出現了 85.7.8、85.9 86,還有沒有 85.1,還有沒有 85.2 我的天啊 86.2分 小嫻好棒 小嫻好棒 小嫻說了對不起 等一下 小嫻為什麼要對不起 分數很高 我好慘愧哦 因為... 對不起 對不起 你覺得大家對你期望很高 但是你認為今天自己表現得不夠好 然後老師又給我這麼高的分數 我覺得很對不起 我一定會把他跳好 然後小巨蛋的時候 不要讓大家失望 對,謝謝 小嫻,你付出多少 你基本功練了多少 在這個舞台上 他是赤裸裸的 所以你不要說對不起 你要為你自己感到驕傲 好,我們這一次給小嫻掌聲鼓勵好嗎 也是我們學習的一個對象 是 接下來安歆筠今天表現 也是令人為之驚嘆 他是否有可能可以超越 今天的目前最高分 也就是我們大魔王小嫻的86.2分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 這個擁有拉丁魂的安歆筠 非常的狂野 肌肉也相當厲害 到底今天破出去的表現 能不能拿下高分呢 安歆筠的分數和靜下老師 目前來到了85.7.8.9 86了,不斷逼近 還有沒有 86分 四位老師都是86分 目前總分171.7分 這個分數 歆筠,你滿意嗎 真的很謝謝每個老師給我的分數 我覺得就是 每一次都是前進的動力 對,希望大家都可以 一起前進小巨蛋 好 速度很好 非常好的一個運動家精神 然後對自己的期許也非常高 我們也很期待未來兩位 都有更精湛的捷舞舞蹈表現 好嗎 最後要頒發我們PK獎金 恭喜我們的小嫻 恭喜獎金三千元 來,恭喜小嫻 還有我們的慧洋老師 被所有藝人 視為大魔王的小嫻 在倫巴舞的表現 也相當可圈可點 而安歆筠雖然這次沒忘記舞步 但還是以86的高分 輸給了小嫻的86.2分 由小嫻獲得三千元獎金 這也讓小嫻 目前佔據第一名的寶座 好 麻煩為我們抽出下一組藝人 好 會是王上豪嗎 歡迎高欣欣 好,謝謝楊祖 請先回座休息 加油 我們歡迎高欣欣以及清遠老師 怎麼樣,壓力很大 我一直在跟自己還是放輕鬆 放輕鬆 對 好,既然這麼鬆的話 來,現場還沒有跳的 有沒有人願意要PK高欣欣 來,安妮、曉筠 三、二、一之後請舉牌 三、二、一 好,安妮還有曉筠 這兩組 OK 欣欣姐 你要選擇的對象是 他應該算是我們裡面最年輕的 那就是我啦 喂 喂 喂 文藝老師,把他... 把他顧好 沒關係 我們這個就順便教導一下新人 剛剛這個表現 剛剛就是老的辣 好 隨時要表現自己 所以呢,欣欣姐 所以我選擇安妮 好 好,我們歡迎安妮 來,威傑老師 是吧,你應該最年輕的吧 對 對啊,看起來 好,高欣欣已經講出了 他選擇你的原因 那我也想知道 安妮 你為什麼願意想要PK高欣欣呢 我們在那邊一直 噹,一直噹,一直噹這樣子 然後老實說 你要不要表演 我說好,就這樣 好,就是這麼簡單的原因 不想再繼續等下去了 想趕快跳 好,是 你上次的成績不理想 有沒有生氣 沒有生氣 我會難過 因為我覺得 我很不愛輸的人 因為我去參加什麼比賽 我都單第一名 我都不會輸 你不喜歡輸的感覺 誰喜歡輸的感覺 沒有人喜歡輸的感覺 對不對 全世界俄羅斯人最會跳舞的 對不對 我今天有問過其他的老師 真的嗎 俄羅斯人是全世界最會跳舞的嗎 他們說在英國的比賽 都是俄羅斯當地移民 絕大部分 真的啊 所以我覺得 我這樣讓我國家很丟臉 對啊 所以你今天也是帶著 國家、俄羅斯 絕對不能輸 你不要給我壓力 好不好,我壓力很大 這樣會有壓力是不是 沒關係,沒關係 你不要想太多 巴西也有人不會踢足球啊 你知道我們的總統他很厲害 他有可能現在在看我們錄影 所以你們小心講話 可是你放心 總統聽不懂中文啊 你想講什麼你就講啊 好 不管怎麼樣 帶著你的企圖心 不想輸的感覺 你這一份感覺 先放在心裡面 不要讓它消失掉 我們待會兒會期待你的表演 在你表演之前 一直不說話的高欣欣 今天換了一個清悅新的舞伴 指導老師 我想插出的火花 也會令我們非常期待 馬上歡迎高欣欣還有清悅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高欣欣PK安妮 她們表現會如何呢 歌詞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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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高欣欣、詩七月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剛剛高欣欣跳完了這次倫巴之後 得到現場非常多的人的掌聲 我想這個是在於 高欣欣對於舞蹈 他堅持到底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你跳的舞序 穩定度比之前高非常非常多 流暢度 非常非常的幸運流水 可是我剛剛還是有跳錯 沒有,看不出來 至少我們看不出來 這就是薑還是老的辣 不管跳得好或不好 你年輕很多了 謝謝 其實應該是這麼說吧 我覺得我開始真正很喜歡國標 好,是因為倫巴 對 是因為倫巴 因為我也是像小燕講的 就是那種硬邦邦的 其實倫巴是可以讓我們很放輕鬆 很放鬆 很有線條的 可是當這次的倫巴 其實我有撞牆 你撞牆的點是在... 因為沒有我吧 什麼東西 鳳陽老師,你剛剛說什麼 再說一次 因為沒有我 你是在跟倫瑞老師嗆聲的意思囉 沒有 沒有 其實我要說 在《舞力全開》 我應該是屬於 用老師最兇的一個藝人 對,不只是楓洋啊,對不對 目前在現場就是金濤老師 楓洋老師還有不在的士堅老師 現在是第四位 是 但是我跟你講 我現在跳完了 我有話要說 你知道這個老師 他在上場前怎麼跟我說嗎 他說我第一次... 我現在算隔好久 然後錄一次影 他說他也會緊張 我說老師 你怎麼可以告訴我 你也緊張 我不要聽你說 那證明就是... 你們倆是搭同一條船的啊 沒有那種失聲之分 就會感覺就是更合適 然後剛剛欣欣姐講到一半 你遇到了倫巴撞牆期 那你怎麼解決 有,那一天有問了一下 那個京橋老師 我說老師,我怎麼... 我覺得我的倫巴怎麼越跳 越不會跳 結果看完以後 他只說了一個說 欣欣,我覺得你現在角力不錯 老師,我還講說 對不起,我很直接這樣講 我說好,沒關係 好,我了解 好,這就是京橋老師的回答 老師,你真的這麼不看好高欣欣嗎 我知道他的個性是... 就是一定要激發他變更好 所以我才會故意講他沒有進步啊 你是想要激發他這樣子 對,因為其實愛之聲折之切嘛 是 但是欣欣姐 當你去請教京橋老師的時候 你把清悅老師放在哪裡 還是這件事情 清悅老師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現在才知道 我是之後才知道的 所以他還是知道 這種事情我們都碰到 就是可能現在交的男朋友 但是有心事 還是找前男友來吐露 你知道嗎 因為有可能最痴心的 還是舊的那一個 這樣子現在男朋友聽了之後 情何以堪呢 其實說真的 剛剛的那些事呢 為什麼會這麼慢 才跟清悅老師說 是因為 畢竟我跟清悅老師 接觸的時間沒有那麼多 那我一定找一個... 就是接觸多的人 比較了解我的人 我就很直接跟他講 因為我的個性怎麼樣 他們也都會比較清楚一點 是 也很合理啦 好,那我們就聽聽看 評審老師對於高欣欣的 這一支舞蹈有什麼看法 歐盛銘老師 我覺得剛剛跳這一支舞的時候 看起來還是滿緊張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從兩點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點就是 我覺得這腳看起來比較重 所以會看起來 有一點托泥帶水的感覺 不是一步一步清清楚楚的 還有就是膝蓋也不夠直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沒有辦法 再有很好的臀部的動作了 另外一點就是 身體的動作 就是稍嫌僵硬了一點 幾乎是身體這個部分 是沒有在動的 只有手 所以這個這樣子 就會看起來很緊張 當然我覺得整個過程當中 還是滿流暢的 所以看得出來是很用心來 跳這一首舞的 但是剛剛我說的這些不足的部分 還是可以繼續再加強 謝謝老師 謝謝歐盛銘老師 我也想聽聽看 一直在旁邊看著你跳舞的安妮 她臉上充滿了笑容 笑容背後是在偷笑還是讚美的笑 安妮,你覺得剛剛欣欣姐 她跳的,你覺得如何 欣欣姐,這是我的偶像 我就是有一個問題 我長大以後可以跟欣姐姐 一樣年輕跟漂亮 謝謝 難怪... 好會說話 安妮在台灣混得這麼好耶 對 你很好,男人 對,我真的以為她是三十五歲 真的 不是嗎 三... 我跟... 不是嗎 我跟竹男老師同年齡 可以唱歌嗎 那就要請問竹男老師 你今年幾歲了 好,回答得很好 在這麼愉悅快樂的氣氛之下 馬上就歡迎安妮、威傑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安妮的弄把舞 是不會受評審青睞呢 好,回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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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安妮、威傑老師 謝謝安妮、威傑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謝謝安妮、威傑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謝謝安妮 經過苦練之後 今天的倫巴進步得非常多 跳得非常棒 表示他下過很多很多的苦心 我記得威傑老師 好像不是住在北部對不對 我住新竹 所以你們練舞怎麼辦 我們現在的方式是 就在桃園集合 不是 是可能三天我在台北 可能三天、四天還在新竹這樣 所以安妮基本上 這樣子在台北練三天一個禮拜 對,我現在都是新竹人 我來新竹的時候 我還...我坐火車,對不對 火車站裡面的人都認識我 火車上的人 也一直說安妮,你現在去哪裡 新竹嗎 要練舞,對不對 真的 你說那個售票員都知道了 是不是 真的 他說安妮,你加油 你很會啊 來吧,對 好感動 然後還沒 我到新竹 然後老師教室旁邊有一個 賣三明治的店 那邊的店的時候 安妮,你今天又來了 加油 賣三明治的啊 他整個鄰居都... 新竹那邊的鄰居老師 教室附近的 都已經搞得很熟了 我現在是新竹超級星人 OK 不搞很像 不搞很像 他整個地氣接得很好耶 我來新竹都這樣 給我玩 所以安妮呢 不只是三天的時間 每天都到新竹練舞 包括三天的時間 也都在台北練舞 對 每天都在練舞 但是這個舞序當中 其實觀眾朋友 剛剛仔細看的話 有好多設計轉圈的動作 這也是你的想法嗎 威傑老師 對 然後其實我們最後一個動作 原本是要轉四圈的 是 後來被... 我覺得就把它改掉這樣 對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改掉了 哈囉 對 凡席老師 凡席老師 點名你了 這件事跟凡席也有關係了 來,我們點名就凡席 因為凡席那天 以後來幫忙這樣 對,我們就只要... 凡席,你跑到新竹去幫忙嗎 沒有,在台北 威傑請我去幫忙 然後我那天還把安妮差點弄哭 還是哭了,忘記 我哭了,你離開的時候我哭了 他就哭著對威傑說 凡席老師怎麼那麼兇 然後威傑說凡席這樣真的還好 凡席已經很好了 對 對 好,那四圈跟三圈的這個轉圈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我會把它改一圈半 因為我覺得它轉得不是很好 我覺得... 你不是說不是很好 你手很浪哦 很浪哦 你怎麼這樣子跟人家說話 如果你說不好,我好 因為我一定要幫威傑講話 因為安妮她沉不住氣 然後我要幫威傑鎮壓她 我就跟她講說 你就轉一圈半就好,就這樣 然後她就... 我一離開 然後威傑跟我說 安妮哭呢 我說真的哦 好 所以對於這個四圈 最後變成一圈半 威傑老師 你站在很客觀的角度 你覺得 凡席老師的決定是對的嗎 我覺得非常正確 因為我們把... 其實我們把那個難度 調整到另外一個難度 拉...讓它往下 所以我們結尾動作 是一個下腰的動作 對,就是可以讓它更痛苦這樣 對,我覺得這個動作非常棒 其實不管是威傑老師 或是凡席老師 都是希望安妮可以更進步 在這個舞台上 你可以很穩定的 把這個舞序給完成 大家也認為安妮表現得很好 那這都是我們認為 評審老師也這麼認為嗎 鄭竹男老師 今天安妮是我看過你跳舞 最有慢下來的一次 那我覺得你這次的追蹤很好 而且你很注意威傑老師的時間 而且跟這個音樂的密合度很好 而且今天看起來就很自然、很流暢 那在這個自然流暢當中 你又有速度跟快慢 這是你的優點 但是老師給你一點建議就是說 因為倫巴的重拍在... 強拍在4 但是在你的4的動作 很多4的定點 沒有看到那個速度跟強度 他在把老師交代的那個部分 再稍微跟威傑老師在研究一下 我相信下次會更好 好,謝謝竹男老師 緊接著馬上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來看分數了 高欣欣完成 今天是我看過 他所有表演舞蹈 比賽舞蹈裡面 我最喜歡的一支舞蹈倫巴 馬上來看高欣欣到底 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也是第一次換新舞伴的欣欣姐 搭了詩清樂老師 這支欣欣姐的倫巴 讓大家感受到濃濃的情感 但是他認為有點美中不足 到底會不會要扣到他的分數呢 好,目前分數來到85.6 8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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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順便的老師85.6分 其他三位老師都是85.7分 總分171.2分 好,接下來安妮 要看你的分數了 你會緊張嗎 我知道我今天的分數 我不會拿到很高的分數 但是我覺得 我今天聽到老師說的話 我就在想 我在台灣真的 真的找到了一個珍貴的 厲害的 真的很在意我的朋友 謝謝你 好 彼此有了革命的情感 希望這份情感 會反映在數字上面 安妮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一直在我們節目 非常可愛 也很直接的安妮 找到了他生命中的好朋友 這是他的舞伴 王威傑老師 到底他們這段倫巴 可以拿下多少分 能不能讓他滿意呢 85.5 85.6 85.6 85.7,還有沒有 85.8 85.8,還有沒有 85.8分 好,四位老師都是給時間 85.8分 總分171.3分 似乎安妮 她非常不敢相信 她拿到了 她理想中覺得非常高的分數 是嗎 其實你們沒有不愛我 對不對 老師們是公平又公正 你今天付出多少 你今天的心態柔軟多少 你像海綿一樣 你願意接受多少 這個舞台 它會給你你要的掌聲跟成績 謝謝,我想說 因為我就是需要鼓勵的人 所以我今天受到一個很大的鼓勵 所以我們 一個... 這麼容易受鼓勵啊 那我給你一個更大的鼓勵好不好 好 恭喜安妮獲得我們三千元獎金 好,謝謝安妮 然後要謝謝我們的欣欣姐 謝謝 謝謝兩組 高欣欣與安妮 兩位藝人都盡了最大的努力 在第二回合的倫巴積分賽中 完美詮釋出滿滿的女人味 兩人的PK賽 則是由安妮顯勝贏的一分 獲得三千元獎金 而最後還未登場的兩位女明星 會讓戰局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最後一組也不用抽籤了 我們歡迎顏曉筠、廖家宜 還有他們的時代老師 林文藝跟楊廣正 好的 這個組合很為難一個人耶 對 就是林文藝老師啊 手心手背都是肉 文藝老師 觀眾朋友可能有一點搞不清楚 為什麼GINO會這麼講 文藝老師為什麼會為難 因為我們有一個特別計畫 就是今天前進小巨蛋 是... 刁家宜的舞伴這道老師是文藝 但是我們也有另外一個單元 叫做明星舞王舞后爭霸賽 顏曉筠的舞伴也是文藝老師 好紅哦 所以非常搶手的文藝老師 面對於兩個 真的是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有什麼話想說 嫁出去的女兒 像潑出去的水一樣啊 你就是要把曉筠 好好交給廣正就對了 不會啦 其實大家都是很好朋友嘛 因為我跟廣正老師交情也很好 其實這個有點是個巧合啦 沒想到剛好文藝這兩個單元 帶著藝人同時出現在台上 還要PK 但是他們的巧合呢 不只是... 都是文藝老師 另外一個巧合你忘了嗎 什麼 他們都是一個禮拜練八天的人耶 對哦 這兩組都是非常苦練的 是 說真的,家宜面對顏曉筠 其實他的成績一直都非常好 是一個強勁的對手 心裡會不會有很大的壓力 其實我很開心耶 為什麼 因為... 剛剛不是說嗎 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輸他的只是我年紀大 我輸他的只是我接觸的外 但是我最近練成這樣 我很想跟他好好聊一下 我有點害怕 不是嗎 大家都好姐妹嘛 是 左手有稍微出點力哦 沒有 姐姐拍戲拍得這麼辛苦 也就是想要好好的跳跳舞 把所有的班都喬掉 就是要來跟你PK一下 怎麼樣 怎麼感覺春花忘錄的方家宜出現 好,我跟你講 通通不入 在這個舞台上要比的 不是誰比較狠 要比誰的舞技比較狠 既然兩組有兩個人 要怎麼順序怎麼來 我們用猜拳來決定好不好 猜拳很好啊 兩個老師自己猜 這就是男人之間的對決 他們兩個心結比較大嘛 好吧 那就是猜拳輸的人 可以決定先或後 好,來,預備 剪刀石頭布 好,廣正 你想要先還是後 我想要後 那家宜就必須先來囉 文藝老師,兩位加油了 歡迎廖家宜、文藝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廖家宜對上顏曉筠 究竟誰會勝出呢 詞曲 文藝老師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But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Tell me Tell me that your sweet love hasn't died Give m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keep you satisfied Satisfied The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that I knew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But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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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廖家儀、林文藝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這一支倫巴 我們看得出林文藝老師 跟廖家儀本身之間的感情不是太好 原因是把它編得太困難了 你完全不管廖家儀的死活 是嗎,文藝老師 為什麼要編難度這麼高的舞蹈 我們今天參加的是什麼 《舞力全開》 不好意思 原來是這一層用意 這是老師用心良苦 編了一個難度這麼高的舞序 給家儀 可是家儀我相信遇到的困難 一定非常多 讓你印象最深刻 哪一個部分是最困難 都好困難 都很困難啊 沒得比 他也丟了很多影片給我 就是都是世界冠軍的影片 他說你要短期成一個很厲害的人 你就去複製人家的動作 你就引上自己 你不是很會演戲嗎 你放家儀,演啊你 演一個世界冠軍 比跳一個世界冠軍來得容易了嗎 因為演戲是你的載行嘛 就是一直卡B,對 所以文藝老師在你眼裡 是一個非常嚴格的老師 對不對 沒有,他很好 這是謊話 好,我們看得出 從他的笑容裡面 我們都知道答案了 小面話 但是在這麼嚴格的訓練之下 其實你對某一部分的東西 還是會有障礙 就是算兩個小節之後 後面就不會算了 要不然就是算了之後 步子就記不得了 那怎麼辦呢 面對這麼幾首的學生 你怎麼訓練他呢 我只算快跟慢就好 什麼意思 你可不可以直接示範給我們看 對啊,怎麼教 像譬如說一個東西 我走 二、三、四、一 對不對,然後下面再走 二、三、四、一 其實都是一樣的牌子 但接下來他就不會記得 曉筠跟廣正老師 剛剛看完其實 舞序難度這麼高的一個倫巴 你有什麼看法 我在旁邊看也是 很感動 把情緒都投入在裡面 然後想要堅持下去 我還沒有,等一下 等一下 就是想要堅持下去的感覺 其實很感動人 非常感動人 就是那句話 永不放棄 真的嗎 好,感動到顏曉筠 但是是不是可以感動到評審老師呢 佩玲老師,你的看法 佳怡有一個很倔強的個性 所以你也是咬牙切齒的 這個步子再怎麼難 你都要去克服它 所以堅持的這種意志力 我覺得是每個人都應該要學的 但是也就是因為你這個 這樣子堅持的意志力 所以讓你在從上一支舞 到這一支舞來 你有很大很大的突破跟進步 但是對我來講還不夠 因為你有很強的意志力 你在跳這麼好聽 這麼浪漫的舞蹈的時候 其實你的情緒是滿滿的 但是你的身體的動作呢 還不夠安靜 你的每一個步步 每一個動作呢 對我來講 以你倔強的個性 你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好 黑佳怡你要再加油 因為你的步子 真的真的真的對我來著 目前來看起來是最難的一套步子 你都可以跳完它了 有什麼不能的呢 加油,佳怡 謝謝老師 好,謝謝佩玲老師 如何讓自己放慢下來 這是你的功課 如果這一關你過了 誰有辦法比你的毅力更堅強 加油 彼此除了鼓勵之外 還是要堅持下去 顏曉筠,接下來換你了 你讓廖家儀眼淚狂掉 但是不能因為他的眼淚 有任何情緒 在你等一下要表現的舞序 好 馬上歡迎顏曉筠、楊廣正 帶來精采的表演 顏曉筠的倫巴 是否能讓分數再闖高峰呢 你讓我來解決 成功 你讓我來解決 你讓我解決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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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謝謝袁曉筠、楊廣正老師 帶來精采的表演 這支舞蹈乾淨俐落 不拖泥帶水 表現得非常非常的棒 對於剛剛你的表現 廣正老師似乎很滿意 是嗎 你自己滿意你自己的倫巴嗎 不滿意 覺得自己可以再更好了 其實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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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有話要講 我們聽聽俄羅斯的看法 不要再找兩位老師一起跳舞 我這樣覺得很不公平 還問他滿不滿意 兩位老師 對啊,他們就是兩位老師 你認為曉筠剛剛的表現 已經是老師了 我們依然在這邊很努力 每天在練 對不對 來吧 其實安妮是用另類的方式 來告訴我們 你表現得實在是太棒了 好 那文藝老師,你覺得呢 滿好的 滿好的而已 來吧 來吧 來,我們來是俄羅斯的朋友 老師,你說 我明天這樣表演 你說什麼 沒有花咬聲 對,你看 他還正要講啊 你說 如果安妮跳這樣的話 我會感動到哭出來,真的 太好了 安妮 我加油 你要加油 我加油 明天早上八點 三點 這是... 新竹的朋友 明天姐 好 謝謝安妮非常可愛的發言 好,大家都對於這一支 顏曉筠所詮釋的倫巴 都非常的讚賞 但是看在評審老師的眼裡 是不是相同的看法呢 我們一定要找一個 最犀利 最直接 最讀的教科書 歐穗明老師 你的看法 曉筠啊 剛才那個... 你跳到第四個小節的時候 我覺得... 我已經認定了 這就是最好的 當然腳步的移動就已經是非常清楚 沒有拖泥帶水 身體的動作非常自然 尤其是臀部的動作 都有職業舞者的水準 都非常的到位 但是我覺得當然這個當中還是 有要再努力的地方 就是很多地方 你的兩隻手都是垂下來的 那這個讓人有一種感覺 不管是不是你想這麼表現 可是看的人覺得 你不夠熱情 不夠積極 好,謝謝歐穗明老師 這個問題 我倒想請問廣正老師 你有發現嗎 他這個雙手往下垂 沒有任何的可能情緒動作 在他的手方面 有,我有請他試圖 就是在跳舞的時候 盡量去多表現一下他的爪子 是 對,爪子 對,女生的手指頭 手爪 對,但是可能他剛剛 我們情緒太投入了 所以我也沒辦法 在跳舞的過程中 看到他其他部位 我剛剛一直在看他的眼睛 但是我看這張門票 然後你鐵定應該是會拿到的 我想壓力很大的是廖家儀 不會 就是跳完了嘛 好棒 沒有 你剛剛那個感覺不是說好棒 你剛剛也是 不就好棒棒 你剛剛那個圖文不符哦 好 他們兩個感情很好 欣欣相惜 他那個有點... 因為我看不出來 我是看著曉筠好不好 是嗎 上了戰場 就要比個輸贏 沒錯 就是要廝殺 廖家儀詮釋了難度 步子相當困難的倫巴 是不是可以得到評審老師的青睞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廖家儀以及林文藝老師 這一次他們的倫巴 其實大家看得出來 進步相當多 也排得非常難的舞序 到底這個世界級的舞序 能不能把家儀姐送進小巨帶 這一個分數很重要囉 85.7、85.8 85.8分 順平老師85.7分 其他三位老師85.8分 總分171.4分 廖家儀 謝謝老師 我想問你一句話 這個分數有比你理想 心中想的那個分數還要高嗎 低 你原本覺得自己可以拿幾分 我當然是目標高一點啊 而且我覺得 可能天賦不夠吧 我還能怎麼樣 我都已經變成這樣了 廖家儀 我要跟你說 除了加油 還有一句話就是 你非常棒 我知道他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掌聲鼓勵 加油 嘉儀姐,加油 好,收拾其眼淚 接下來我們要看 也是被感動到掉眼淚的顏曉筠 也是一個禮拜練八天 非常努力的顏曉筠 這支倫巴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我們另外一個魔王 也是非常努力的顏曉筠 在楊廣正老師的帶領之下 到底他跟小嫻這一次 誰會是最高分 好,文藝老師也很關切 到底分數是多少 目前大概85.9 86了 沒問題,再來點1 點2,還有沒有 超過 顏曉筠的分數就是86.3分 佩玲老師86.2分 其他三位老師都是86.3分 目前總分172.2分 小嫻 差了0.1分 原本你是目前最高分 沒關係 小嫻超越你的分數 你什麼看法 其實我覺得小嫻 他是難得一見的練舞奇才 然後我希望他可以跳到 全世界都認識他 全台灣都認識他 對啊 我希望他一戰成名 讓大家覺得我們演藝圈的藝人 不是只是花瓶而已 好 我很看好他 謝謝 謝謝小嫻 謝謝 每個彼此都信心相惜 最後要非常恭喜顏曉筠 PK成功獲得 三千元獎金 恭喜小芸還有廣正老師 顏曉筠這支倫巴舞的 超高學準表現 獲得評審團一致讚揚 而廖家儀今天雖然敗給了顏曉筠 但是他拚盡全力的表現 相信感動了所有觀眾朋友 也讓人期待 在第三回合的捷舞比賽中 十位藝人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今天十組 藝人以及指導老師 每一個人都表現得非常非常的棒 剩下最後一輪 再下一次我們要挑戰的是捷舞 希望十組藝人還有指導老師 你們一定要把你們的壓箱寶 把你們所有最強的東西 展現在觀眾還有評審老師的面前 才能取得前六名的門票 祝福大家也期待 下禮拜你們會挑戰成功 謝謝你們 加油 謝謝 也謝謝所有的評審老師 更謝謝所有的觀眾 對我們的支持 下禮拜同一時間 一定要主持收看我們的愛妮雅 舞力全開 拜拜 好,拜拜 下週見 大家辛苦囉